台湾又有一名球员赴美挑战大联盟美梦 目前就读国立体育大学的年轻投手沙子晨 15号以签约金37.5万美金 外加5万美金的奖学金 合约总值42.5万美金 正式加盟美国职棒奥克兰运动家队 成为该队网络的第五位台匠 沙子晨的棒球之路很特别 从小学5年级到国中3年级 都是在父亲沙开桥成立的 Taisa运动家社区棒球队打球 直到加入张华艺术高中才接受正式训练 上了国体之后继续进步 并在梅花旗全国大学棒球赛 躲下投手奖 15号前约仪式上 沙子晨特别穿着 Taisa运动家的衣服出场 在进行欢迎仪式 改皮下奥克兰运动家队的球衣 象征从社区运动家 打到美国职报运动家 沙子晨的家人 与曾栽培过他的教练们 也出席见证 他跨出赴美圆梦的第一步 卸下台湾社区棒球旅美第一人 心里成悲 沙子晨坦言 在进入彰化艺术高中之前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可以成为这些选手 更别说挑战美国职棒 感谢运动家队给他机会 也感谢家人 帮助过他的教练们 他才能走到这一步 本来打棒球的时候 完全不敢想 旅美这一块事情 因为那时候 已经那时候实力讲出去会 可能会被人家笑 因为实力还不够 那今天真的有机会 挑战旅美这一块 我就觉得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奥克拉运动家队亚太区球摊部部长 阿德姆·西斯勒表示 高一时就关注沙子晨 这是看中沙子晨的潜力与未来性 才会借机正确加盟 我们相信他的天花板很高 还没有达到他的权利 所以我们很希望他去那边 最主要是可以快乐 可以享受他的career 看着儿子即将赴美打球 爸爸杀开乔教之余 感触也很深 那这一段路程从他开始 在投手去会跺脚 掉泪 一直到能够真正把成功守住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成长 那其实我觉得非常地感 心情很复杂 其实也很高兴 从社区棒球到现在他进美国之棒 沙子晨不忘不利 曾和他一样打社区棒球的小球员 只要持续努力 就能和他一样美梦成真 你没有试过的话 你不会知道 就像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这样 赴美打球要适应的还有当地的语言文化 沙子晨队子并不担心 强调会把自己的心态重新归零 不急着看短期目标 也会向同队的台湾学长 装沉重而要学习请教 我是觉得我自己要相信自己 就是球队这么看重我 那我一定要更相信自己 有能力可以去到那个地方 就表想着会比别人差 但是就是到那边 大家都是我的学习对象 那就当一颗海绵的尽情的吸收 沙子晨预计三月底 启程赴美展开季前训练 他说短期目标希望能够增重 球团方面也已经为他鼎鼎完整的训练计划 期待他早日真上大联盟投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